我们先来回到最原始的Connect Connection这个地方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边Connection它有一个AID 这个概念很重要 它在10点插板 它改了一个我觉得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 例如说当我今天我现有的这个资料 我刚刚那张工作表 我之前我是从一个Excel档案把档案叫进来 我有Orders,我有People,我有Return 那这三张工作表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呢 各位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可能我要结合地理资讯 我要结合温度 我要结合 例如说商业行为 像 实价登录 就是我要计算各区 或者是里 它的一个房地价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希望增加一些资料表 举例来说好了 这张资料表 我会希望呈现这个圆形图的时候呢 我会希望呈现各区 或者这边是各类 各类嘛 那假设我今天我去做那个各区的销售统计 那我希望把区经理这个区的负责人也呈现出来 例如说好了 我希望成 假设我今天我去做一个资料 可是我会希望是做各县市 我绝对有县市的资料 但是我希望加那个县市首长的名称 然后甚至再把它的预兆放上去 就是很多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使用范围 可是我们这资料里面只有区并没有这边 我们应该只有区region region 还有那个region应该就是西中北南 好像就是市区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例如说我新增 新增一张工作表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把region放进来 region我们是不是只有这四个区 可是呢 我们有没有那个region的 例如说负责人并没有 好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再去做一张好了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单纯的文件 来麻烦请用 你用记事本也可以 你用以色谣也可以 好 那我想我们最常好像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学校每一个单位或者是相关的人 他在制作资料的时候 他最容易的一个方式 算了滑鼠右借 新增一个ecel工作表 然后例如说这个资料我就叫做那个region 随便就算我们这个中文都可以 例如说区经理 好 我现在增加了一个ecel 它叫区经理 快速点两下 那当然 我们有四个区嘛 所以一样我就直接设 第一个栏位名称 不要打错字哦 这个字不要打错 那当然下面有几个字如果你不会打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订单里面的region 好 有central 每个字都不要打错咯 它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它 如果你没有打错的话 它会自动的帮你 帮你怎么样 关联起来 好 那接下来呢 在B1这边我们当就是那个manager咯 好 第一个字大小了 然后接下来就打人民 你随便打 比如说chem 好 mary com 好 John 就随便你打四个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档 是不是就做好了 叫做区经理 然后接下来啊 就直接把它储存起来 名也可以把它存成csv 也可以把它存成txt 对不对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全方档之后呢 全方档之后 全方档之后 全方档之后啊 我们现在来去做一件事情 回到 回到资料来源的地方 回到这个data source 最初这个来源的地方 各位 在这里面并没有刚刚我们做的那个档案 对不对 以前我们在9点插板 你会变成说 你会变成说在这个地方哦 你要增加增加 new data source 这是9点插板 就把10点插板 10点0以后的版本呢 在这个地方直接add 直接add哦 好 那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您看一下哦 现在我们的一个data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只有看到一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是被打勾的 请你先注意这件事哦 只有一个 因为Tabril它可以开很多个资料库 这也是它很棒的地方 例如说 我 假设我今天我研究是跟疾病相关的 我可能这个档 那个筛检 我想要去看一看 它有没有定时去做筛检 然后呢 罹患癌症 罹患癌症 那就addent资料库 它可能要开第二个资料库 还有我想要去看一看 它的家人离癌的病历史 那我是不是要串那个护证的资料库 它可以串很多资料库 Tabril很棒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10点插板直接加 透过这个add来去加 好 点选add之后呢 那你就要去选择咯 我刚刚那个档案是不是Excel 刚刚那个档案坐在哪里 你不要 不要问我 因为你应该知道 你坐在什么地 你刚刚把那个档案 坐在什么地方 我是放在食药署这里 好 这边有一个区经理 区经理 这就刚刚我做的 9月21号嘛 10点11分 就是差不多刚刚 两分钟前我做好的 然后点选 open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刚刚那个档案 我并没有去设 我并没有去设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它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工作表 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边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两种不同的颜色 为什么用两种不同的颜色 预尊 可以告诉我吗 为什么用两个不同的颜色 不是明显 是来自不同的档案 它只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明显是用颜色来告诉你 但是两个不同颜色代表 它是来自两个不同档案 所以你去看最右边最右边最右边 最后边 在资料的结构里面 你看这边都是蓝色的哦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档案 另外一个档案是不是有一个工作表1 就是来自于什么 区经理这个档案工作表1 好 这个内容 好了 那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可以很容易的把两个档案 合并在一起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自己的资料 首先还是要看一下这里 我们的资料 还是资料库啊 还是只有一个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它我觉得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去 让你知道说成功的跨档案 跨档案来去准备做资料分析 好 所以这点还蛮重要的 好 好